中华文化不大精深,远远流长,说到语言,世界上应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,可以披靡汉语的文化底约极多样性。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,不少好莱坞大片也把目光纷纷投向中国,每年也都会有不少欧美艺人来华宣传,国外的大咖艺人众多,可是要记住全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,光是那一长串的英文名就让人费神,但是这可难不倒我们强大的中国网友。 于是大家就给自己喜爱的国外艺人,取了不少经典的昵称,不仅形象好记,且每个名字都是精髓,有的都甚至传播,到远在国外的本尊耳中,中国网友取名的影响立可见一斑,接下来我们就扒一扒。 这些外国明星的中文昵称斯嘉丽约翰逊,呱节呱节的称呼,是因为斯嘉丽在漫威的电影复仇者联盟,终扮演黑管夫一角而被中国粉丝而扶持,因此而得名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,小李子因他名字的香港翻译叫做李奥纳多,而李是中国的姓氏,所以大家亲切地衬袭小李子,汤姆希德雷斯顿,斗森因为这个词读快,的话翻译成汉语就是斗森, 斗森这个词称,由此而来,本尼迪克康伯巴奇,卷幅因为在神探夏洛克里,而设定他是卷发,姓弗尔摩斯,所以网友简称卷幅,卷幅本人也知道这个中国词称哦,奥兰多布鲁姆,开花因他的姓是布鲁姆,的中文翻译就是开花詹路易弗·劳伦斯,大表姐据说201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前,有网友曾开玩笑地说,我的大表姐是学院里的, 她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得主,于是这个称呼,就从网上传播开来,凯蒂佩里,水果姐水果姐是中国粉丝对Katy Perry的爱称,这是因为她喜欢穿水果主题的服装,表演时也爱将巨大的水果戴上舞台,还是常把自己打扮成水果的样子, 丁齐米娜,麻辣基因她的名字没弄着发音,与麻辣基独烟相似,所以因此得名,网友的脑洞不服不行,亚当莱文, 骚当音齐在演唱会以及MV的表现都极其撩人,而且她的声音确实是骚到不行了,加上名字的音译,骚当这个名字由此而来, 玛丽亚海地,牛姐不少网友用牛逼来形容她,因为其的成绩在欧美乐坛真的很能打,加上后来其身材严重发福,又比较阅的脾气, 牛姐这个名字就因此而来,泰勒斯威夫特,美美美美美是中国粉丝对美国当红小天后Taylor Swift的称呼, 因为她的十分漂亮,年龄又小,美国那都叫她美国甜心之类的,美和美独音相同, 美美逆称由此而来,美美是中国粉丝,对泰勒斯威夫特的爱称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, 知道这个逆称的泰勒本人,还特地把美美这个名字注册商标道,雷哈纳,日日美山东前后因为国外经常用reer来喊她, 中文翻译过来自然就叫日日了,至于山东前后这个称号,是因为她在latball穿上中国设计师郭培的笼袍装,